HELLO 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帶大家來看我準備上來的Listing 我的地位是在Surri Surri的市中心,King George的Sky Train站旁邊 在Cancore Pacific,在2016-2017年建的樓 我們現在在廚房 我們今天看的單位是一個兩房加一釘,850呎 為什麼要戴上手套和口罩呢? 因為租客仍然住在這裡 所以現在地產局有一些新的計劃 我們全部都要遵守這些規定,減低傳染的風險 好了,我們先看看廚房 這個設計是怎樣的呢? 門口在那邊有一個釘,我們稍後再去看 廚房其實是L形式 這個設計是租客自己買來搭配的 所以將來大家想買這個物件或怎樣 它是不包的 不過它也做得很骨子 我進來看的時候,差點以為是原裝的 好了,我們先看看原裝的東西 廚房這邊 這個櫃房其實不是做到頂的 是做到這裡的 上面,9呎樓底 它沒有倒下層 它上面也封了 跟這個板一樣顏色的櫃 看上去就和諧一點 我們從這邊頂櫃開始看看 裡面也是有燈的 其實它是下面的燈 傳到上面 兩個櫃 下面這裡也是燈 它的升盤是單升盤 它也有這塊可以浪水的架 這些櫃就比較小 因為中間有一個顯示器的位置 可以放一些碗碟 有朋友說 我為什麼每次都要打開櫃 留著留言 你覺得很悶 你可以避免這一段 因為我知道有些朋友 可能是真的想買的 或者是真的很認真地看的 所以他很想了解一下 每一個櫃裡面是什麼 所以我也是照例會開的 不好意思 如果悶了你們的話 好,上面看完 看下面 爐頭這裡是5個 1,2,3,4,5GAS爐頭 5個鍵 牌子是Bloomberg的 GAS會是包在管理費裡面的 這邊自己配了一個啤酒 然後我們看看底櫃 洗碗碟是最左邊的 跟升盤很近 比較方便使用 裡面也放了一些東西 牌子也是Bloomberg的 大家多看幾次 可能都知道 Concord裡面總是有這些 可以拉出來的垃圾桶 這垃圾桶已經不開了 可以拉出來的 都是三格櫃桶 然後這邊 就是可以拉出來的 爐子也是Bloomberg 拉開 他也是放了很多 看來又是不高的 微波爐在旁邊 還有一個櫃桶 這個櫃桶比較深 看到他放了幾個鍋 那些 說回雪櫃的空間 或者容量 這個是三十吋的 因為它的美觀效果 要做到盡量和 countertop是平的 差不多一個深度 所以它不能夠做到太出 再加上它的面子 在包邊 很多的condo 其實都現在是這個風格 只是想告訴大家 你看到這個雪櫃 就預料到裡面 其實不算太深 不過兩房的單位 雪櫃的寸數 通常都比一房 一房一釘 明顯它寬一點 下面是櫃桶 這一格 上面做一格小的 這個是他們租一下自己的島 我就不去觸碰它的東西了 這邊是廚房看完 我們看客廳 客廳 平平整整 兩邊長 這邊是梳化 這邊是雪櫃 這邊是電視 從這個位置到對面 闊度是多少呢 其實是九尺的 大家可以知道我的概念 這裡擺梳化 這裡可以擺電視 取暖這間屋 就是用這個底板的 都是上電取暖 這個是控制下方的底板的 我們看一下露台 這個部份 它的特點 首先它是Sky Collection 什麼叫做Sky Collection 就是它是高 它這個是43樓 大家可以看一看看 這個部份是向北的 但是同樣這邊角度是看到東 那邊角度是看到西 那這個就是那個景 那北邊的雪山都看了 那下面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看到這一堆是Single House 那邊也是一些比較舊的Condo 這一堆紅色是新的Condo 所以有新有舊 那邊就是一些辦公室 那裡是Sky Train 站 那裡是Sky Train 站 那裡是Surry Central的Sky Train 站 那裡是Surry Central的Sky Train 站 那裡是Surry Central的Sky Train 站 我們Corncourt這一棟樓 其實旁邊也有Sky Train 站 就在前面 我們這兩個站很近的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那邊就是SFU的學區 然後這個mall呢 有大統華 有Best Buy 有Winners 就是有Wallmart 這個商場也有很多生活便利的設施 而周邊這些矮層呢 也都有很多飲飲食吃 買不同東西的一些配套 那所以呢 你如果無論你是住在King George 這邊的Sky Train 站 還是你住在那邊Surry Central 那都是一個在發展的一個區域 那你在這裡 坐Sky Train 去Downtown 差不多四十分鐘左右 一會兒其實我拍完這段影片 就會去Downtown 那我們看一下四十分鐘的車程的距離 同樣都是Corncourt的物業 其實我不是特意買Corncourt 特意不知為什麼呢 剛巧這麼巧 最近很多Corncourt Corncourt Metro Town之後 我又有一個新的律程 就是這個 又是Corncourt 另外在Corncourt Garden Richmond又有一個 然後現在去Downtown 給一些朋友 大家體驗一下 分享一下 感受一下 Penhouse 又是Corncourt 即是這邊 Corncourt Pacific 可能真的建了很多很多樓 那好啦 我們看完廳 看完廚房 我們看房間 洗衣房 在門口一會兒再看 這邊呢 有一個Lynon's Closet 可以放一些毛巾 它裡面本身已經做了一些櫃 一些Shelfing 那這個東西 就是它自己在IKEA買回來 加入的 這邊呢 就是第二間房 和第二間房用的洗手間 在後面的 因為呢 其實租客是音樂家來的 他放了很多一些 可能音響方面的器材 在這裡 床可以打橫地放 後面呢 都是一個大老台 一路由那邊 延伸到主人房的 是啦 衣櫃呢 它都是雙門衣櫃 然後裡面呢 亦都是 做好了架 櫃筒 一樣 因為是資人物品 我現在就不開了 再看看洗手間 這個是第二間房間來的 那我們看一看 兩個櫃是鏡櫃 是可以的 這種水龍頭 是冷熱水龍頭 下面一樣 是有櫃筒 兩格 露室呢 它是這樣的一塊板 這邊是沒有再裝門的了 我們看看主人房 這裡兩邊呢 都在床尺 我開一點點 主人房的entuit就在這邊 和剛才那個 基本上很相似 你也看到它是 牆壁都是上磚的 全牆壁都是 但它就不是walk-in shower 它是浴缸 它是浴缸 可以拔下來的 這邊就是主人房 它都闊的 這張是queen size床 兩邊有床頭櫃 那個bassport的取暖 就在最近邊 他們就因為這個unit 雖然向北 它都說很光 所以它除了conquer 原本呢 那隻簾 它再加了一層black hole blinds 但它就說不方便拉開 它怕整跌 大家可以看看 主人房外面的view 跟我們剛才的露台是一樣的 它這個主人房 也有access 可以出到外面的露台 我們看完了 兩間房 兩個洗手間 客廳廚房 其實它還有一個釘 而這個釘 根據發展商說 可以睡到人 可以放一瓶瓶 我們等一下去看看 這個unit 那個門就是這邊進來 進來之後 這邊就是放衣櫃放鞋 這裡就是那個laundry 一套洗衣機乾衣機 牌子是bloomberg 左邊這裡還有空間 可以再放一些毛巾 或者是清潔用品 或者是吸塵機 那類的 大家可能會留意到 我們這邊的unit 上面都會有這些springler 其實這些是防防安全條 現在是新的condo 都一定要有的了 定時Strata還會來測試 他會告訴你 記住多少號 會有人進來 你要提供 access 不然就下一次再安排 這是安全條例 看看這邊 這個釘比較深的 這裡一直進來 這裡就是一個轉角位 這裡再突出一點 如果你說要放床 我剛才想過 可能是這樣打直擺 會舒服一點 裡面一個彎位 就好像他這樣 都可以放一個櫃子 或者放書桌 勉強可以再住多一個人 當然這個房間 是沒有衣櫃沒有窗的 所以他就叫它做釘 也不會在feature sheet 寫作三房 叫做多個房間 可以放多些用品 我們這個單位就介紹完了 我們現在來到 上了四十七樓 剛才我們看的兩房 兩次的單位 就是對面那棟 對面這棟的門牌號碼 是13696 我們這兩棟都叫Park Avenue 這棟是差不多年份起 差一年而已 是同一個系列 都是Concord 我們可以由高空虎含望一下 那這裡下面中間 就是他們的中央花園 然後有泳池 還有Clubhouse 都是這兩棟建築的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後面 其實這個方向是向北邊的 我們在Suri的市中心 所以是有Skytrain 還有這裡周邊是多些配套的 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由這邊看回來 這一棟還在建的 其實這裡就是Park Bolivar 你看到Skytrain站 你看到嗎 大家 那個其實就是 King George的Skytrain站 對面就是Costco Capital 那棟商業大廈 然後後面就是 King George Hub 另一個發展商 都好像有三至五棟建築 由我們這棟或者隔離 一三六九六 走過去Skytrain站 都是那條馬路的 Skytrain 下一站 那邊那個站 就是Suri Central 我們等一下都會去看 那裡一個極小的單位 好像回到香港 那樣 這個商場 我們講過 大家了解附近有什麼配套 這裡下面是獨立屋 然後那裡有Canadian Thai Suri Central 那個站 也是有好幾棟 住宅建築 Bosa那幾棟都是那邊的 然後有SFU 有KPU的分校 也有一間酒店在那裡 所以那邊又聚了另一個人群 兩邊都是Walking Distance 我們這裡看的是正北 那大家如果在依稀看到 那裡有兩個斬斬下的橋 其實就是Portman來的 Portman一落地 其實那邊已經是Coquitlam 應該不會很看到Coquitlam的 因為我們要進去這個高地的後面 如果我們回到這邊 這個Central City後面 軟軟的那些高樓 其實已經是過了Fraser River 那裡是新西文 New West 那裡有一堂樓 那再後的高一點那裡 就是Bernaby 那前排一點的就是Metro Town 那些高樓 後排一點點的 梳一點的就是Brand Wood 那我想望就望到那麼遠 再遠一點就是Downtown 那我們一路看過來 那這裡是北邊 看著很多雪山的山景 那這裡就已經是開始向東邊了 這邊有皇家警察總部 然後再向南邊那裡 就有Suri Memorial Hospital 和一個Outpatient 和一個很大的醫療中心 那所以現在就這一個區域 都越來越多高樓站在那裡 就配套回這一站 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 我們又回到南邊這裡了 整個Suri的話呢 高樓就是集中在這裡了 那如果大家向那邊看呢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零零射射很遠 那裡有一棟高樓 那裡其實就是Delta了 就是我住的那裡附近 那好了 我分享完了 希望大家可能透過我這個 屋頂的觀看 就可以了解一下Suri 大概現在是怎樣的狀況 和以前很不同 我想可能那些朋友很久沒有回來 想像不到Suri是多了那麼多高樓 那現在就是在Suri Central Skytrain站附近呢 一個去年建好的公園 那它的名字叫做Prime on the Plaza 地址是13438 Central Avenue 那我們就去看一個 沒有房的Studio Unit 那呎尺數呢 就326呎 都算是幾小的了 現在就是租客住 他就住得乖乖乖乖的 那它有一個locker 就沒有packing的 我呢就進來了 那這裏呢就有個closet 裡面有裝了這些架的 這個原裝 這些就是租客自己買的 旁邊這個就是laundry Matek的乾衣機洗衣機 左手邊呢就是full bath來的 一個shower 都可以拔下來的花灑頭 這裏的設計上呢 其實你開不了多少會坐門的 所以一定要關門才可以開到一個櫃桶 那原裝就有這個燈箱 這個櫃啦 還有這邊旁邊呢 還有一個小櫃仔 那就可以放些東西在這裏的 客廳位了 客廳廚房位 那它是怎樣的呢 一眼看完 雪櫃呢 就在這裏 這個下面呢 都是普通櫃來的 它是小的門 那它這個dishwasher呢 是櫃桶式的 是下面這個 是拉出來的 牌子是fisher and parco 那這一個呢 就是普通櫃桶來的 焗爐就是這裏 它濕了雜物在裡面 那上面這個呢 就是電爐 濕油煙機在這裏 上面這些呢 都是儲物空間來的 都是這些夾板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是廚房位 裡面再有造櫃桶的 下面這個就應該沒有了 是一個高的 那這張餐桌呢 它其實是連著Murphy bag 那怎樣用呢 那你平時吃飯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真的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拿開兩張椅子 就不用動桌子了 那直接拉下來睡 那就是我說 這個是一個很studio 很迷你型的單位 那它下面的桌子就會自動拍 OK 好了 那這樣呢 就睡得了 對了 那被子的那些可能會藏在櫃 好 那我先拍上去 大家看到就 好 那我每一天都是這樣 那拍上去都很簡單的 就這樣就可以了 都有些儲物的空間 上面也是 那裡面很多私人東西 還有Joker在住間 我就不打開了 放了沙發 電視位 還有一個露台的 那它就是向西的 那現在呢 就看夜景了 未來那個位都是工地來的 都會起到一棟的 都會擋多一點點 這邊和後面就好一點了 一個小小的露台 現在呢 它的牌價是28萬9 剛才說了 現在是租客住 租約是month to month 一種是fixed time 那如果是fixed time 那你就不能趕租客走 month to month 你可以的 但是原因是 你必須要自住 或者你要裝修 還有你是不可以騙他 將來被人發現 罰得很厲害的 他現在的租金 其實和市場價 都差了 我想最少兩成多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當初那個銷售人 跟發展公司買的時候 發展公司就 保證了 或者是說 帮他出租 幫他管 那他只是收租就可以了 那結束呢 幾年前買的時候 那個market rental 現在呢 那個差距也挺大 那所以呢 就變成了 如果一直保持收租下去 都可以的 因為買回來算便宜的 那時候 但如果你說 一兩年想脫手了 因為是investment unit 變成你下一個買家 最好都是自住 如果又是投資的話 那人家可能計算數 又覺得不太耐心 那又攀就攀不走 又不可以做這些 不合法的事情 那所以就棘手一點了 所以大家在這方面要注意了 好